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还记得26年之前 周宪王23年 魏国已经给自己降过一级了 从公降级为侯 破罐子 总是容易破摔 这一次的降级称君 属于孟长君 姓陵君的那种级别 连独立国家的身份都不要了 正因为贬号为君 所以在史料的记载里 魏国这一任的国君称为魏四君 而不是魏四侯 考察史料来源 资质通缺的这段记载 照例是从史记抄过来的 史记在记载魏国国君谱系的时候 很可能出了错 这就意味着魏更贬号约君 这件事未必发生在这一年 但这个并不重要 我们就不去考证细节了 只有一处需要借助一下史记 那就是贬号事件发生在魏四君在位的第五年 这个时候魏国的地盘呢 就只剩下濮阳这一处了 魏国都城濮阳顾名思义 位于濮水之阳 也就是濮水北岸 在今天的河南省 濮阳市濮阳县顾县村 顾县村北边不远呢 就是战国时代的黄河顾道 魏国从周安王二十三年迁都濮阳到汴浩为君的时候 历史将近一个甲子 在这几十年间 国际社会风云变换 既有大欺小 强凝弱 也有陈畔军下凡上 魏国内部呢 就经历了一场变乱 贵族出身的紫南静篡位上台 小小的改变了魏国的血统 篡位者的常见心态是 抓大不防放小 不求面面俱到 所以贬号这种事倒也不算太难为情 既然国力确实在走下坡路 必须养大国鼻息才能生存 那又何必死要面子 活受罪呢 就这样 姿态最低的魏国反而在乱世当中活得最久 等到其他诸侯都被秦始皇灭掉了 又等到连秦始皇都驾崩了 秦二世上台 一直苟延残喘的魏国 这才吐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口气 勉强能算寿终正气 转过年来 周慎晋王二年 资质通鉴记载了三件事 第一 秦国攻打韩国 夺取了燕城 第二 魏惠王死了 儿子魏襄王继位 第三 这是浓墨重彩的一段 说孟子见到魏襄王 看不顺眼 话不投机 我们先看第一件事 史料出自史记六国年表 被秦国夺取的燕城是韩国的一座重镇 原先属于郑国 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郑伯刻断于燕 这个标题里的燕就是这个地方 位置大约就在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燕陵县 韩国吞并了郑国 燕城自然也就归了韩国 这时候城市再度易主被秦国占了 再看第二件事 原文是魏惠王轰 子襄王力 然后交代孟子初见魏襄王的场面 我们特别有必要对照一下朱熹 在通建纲目里面是怎么改写这段内容的 在纲的部分 朱熹把司马光的记载浓缩成两句话 魏君英族 孟科去魏士奇 一切政治正确都包含在称魏当中 魏惠王变成了魏君英 意思是不承认魏惠王头上王的头衔 轰变成了足 这就好比从逝世变成了死 魏惠王只配死 不配逝世 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魏惠王终于死了 在这一段漫长却多姿多惨的人生里 魏惠王始终不屑地把魏国崛起的梦想 一步步付诸实践 但眼光和运气从来配不上他的雄心 以至于错失了商鞅孙并这样的顶级人才 偏偏又和秦孝公 齐威王这样的英主 在同一座国际舞台上竞技比武 虽然国力一再遭受重创 但输人不输朕 他还偏偏要给自己升级头衔 和魏四军的扁号做派大相径庭 儒家从孔子强调毕也正名 到司马光在资质通鉴第一段 陈光曰强调奋墨大于名 再到朱熹小心翼翼的处置历史记载里的 每一处称谓 看得出儒家对名分的重视程度 越来越变态了 由此可以反推出 名分在社会上的真实约束力 每况愈下 回到历史文本 魏惠王的称号和魏四军的扁号 很难说谁的策略更高明 毕竟大国和小国呢 各有各的生存之道 小国可以低调做人 苟且偷生 反正从来都是孝国 没有大国那么高的自尊心 而大国呢 如果也这么做 自尊心怎么都受不住 就算国君受得住 贵族 官僚 老百姓 也是受不住的 就像晚清的局面一样 魏惠王把国家搞成这样 算不算 咎由自取呢 孟子 觉得算 孟子常年寄居魏国 享受国兵待遇 带着大批弟子和他的追随者 在魏国的高级宾馆里面 是白吃白喝 时不时领受魏惠王的虚心讨教 对魏国的时局和正解相当了解 在孟子看来 魏国从战国初年的第一强国沦为今天的这个地步 最该怪的就是魏惠王 急功近利 一味好战 魏惠王呢 当然不服气 给孟子一一列举自己亲政爱民的措施 解释自己呢 何等的用心良苦 比其大的诸侯都强 这才引出孟子那句 五十步 小百步的名言 但孟子的批评 显然并不中肯 因为魏惠王 就算搞人政 或者呢 仅仅是不搞扩张 专心做好内政和国防 结局也未必更好 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七国 就是强了魏国一分 快了魏国一步 还更受好运气的青睐 更何况 魏国地处中原腹地 四面八方都要遇敌 稍不小心呢 就会左之右拙 相形之下 秦国可以专心的向东方扩张 齐国呢 可以专心的向西方扩张 南方的楚国 也可以专心的向北方扩张 所以到了战国众晚期 秦 齐 楚 成为战国七雄当中最强的三雄 地理优势带来的影响 绝对不容小看 魏惠王 总算结束了苦行经营的一生 把魏国这个烂摊子交给了儿子 魏襄王 孟子当时还在魏国 和魏襄王的初次见面 给他留下了很糟糕的印象 告辞之后呢 发了一句很经典的牢骚 说魏襄王啊 望之不似人君 看上去呢 完全没有一名统治者该有的样子 望之是从远处观望 得到印象是不似人君 接下来还有旧之 也就是近距离的接触 得到的印象呢 更差 原话是 而不见所未言 用大白话讲 就是傻大胆 混不立 《赐质通鉴》的这段记载 是从孟子的这部书摘录过来的 孟子这部书在相当程度上 可以看作孟科晚年撰写的一部回忆录 可心度在先情著作当中 就算不能排名第一 至少呢 也算名列前茅 孟科对魏襄王的第一印象 之所以重要到 具有资质的意义 是因为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 统治者必须具备以上两大特质 一是四人君 当领导呢 就该有领导的威仪 不怒自威 气场强大 二呢 是有所谓 必须知道害怕 第一点容易理解 关键在于 第二点 为什么害怕如此必要呢 这是因为人 如果没有威仪 没有畏惧 做事就容易轻率 结果呢 就会像老子说的 轻诺必寡信 多矣必多难 对于身居高位的古代君主来说 尤其如此 权力几乎不受约束 一旦天不怕地不怕 就容易为所欲为 酿成大祸 从世俗角度来说 该对责任 感到害怕 毕竟位置越高 责任越大 从神权角度来说 就该对天地鬼神 列祖列宗 感到害怕 既怕对不起他们 也怕他们生起气来 会对自己不利 在司马光的时代 王安石 恰好就是 望之而不似人君 救之而不见 所未焉的范本 身为国家总理 却毫无威仪 不拘小节 连最基本的 个人卫生都不讲 哪个人样 而且天命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序 简直是狂的没边了 如果请哈耶克来评价王安石 他一定会说 看嘛 这就叫理性的健忘 王安石有这种做派 倒不算是很奇怪的 但是魏湘王 出身高贵 也没有生活在婚君家庭 怎么就没能被好好培养 以至于才一继位 就望之不似人君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 是否才能被 해